路环山脚下石排湾公屋正层层往上盖 不过去年底运输公务司的一纸批文 才让社会各界知道 这片原来是石矿厂的用地 并没有全部回收盖公屋 成片公屋前的这块土地 被批给了石矿厂原经营者 转让新建12栋商筑楼宇 尽管运输公务司司长刘士尧一月时表示 政府是依法处理批地 不过新澳门学社查证后却发现 在回归前澳湖政府批给原经营者的 开采占用准兆早在1995年结束 他们认为政府不仅应该收回土地 就算要变更用途 也应该经过行政会同意 但在批地过程中 却疑似透过成立新公司回避法律规定 新的公司有规避原先的合约的规定 说了你不准起楼 也都说明如果将来这个地要改用途 是要经行政会提出 那谁知道原来新公司也好 行政会也好 更让社会哗然的是 合约起满不止地媒全收回来 2万平方米的批地只换来2.43亿元的议价金 假如未来发展商在这2万平方米的批地上 盖了20多万平方米的超高豪宅 再加上商场和停车厂 以现在同区大型楼花盘的住宅 最少每平方尺 售价5000元计算 获利更可能高达10亿元 澳门寸土寸金 求乌若渴 土地如何使用备受关注 新澳门学舍促请政府 在涉及土地政策时 应该采取小潭山事件的公开咨询方式 而非让市民蒙在雾里 看不清 澳门市沈芳敏 江朝东澳门报道